我帮你看看爸爸 要得看看写的啥子 大家好 我是松林 大家好 我是川高 是这样的 这是一些关于流说的同学食品 也是我们福祉之间的食品 对吧 川高收到了来自山西的一位 小朋友的一封写音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写上写的啥子 一起来看看吧 我帮你练吧 我帮川高练吧 今学期 我也会更加努力学习 做更好的自己 但由于在青春期阶段 常常被烦恼 环绕 父母都是农民 没有上过一天学 我的烦恼 也因此不知从何跟他们说起 有时候讲了 他们也不懂得 有时候的我总是无缘无故发火 甚至是对父母发火 然后得到父母的不理解 心里满满的委屈 他们也不能理解 我也不会在他们面前做得很过分 我也会面带微笑的理解 然后躲在家中 不敢哭出声 即使很累 我也不敢放声大哭 一个人委屈到极致 哭到私心裂肺 但我理解他们 生我养我不容易 大家好 我写封信 回复这位小朋友 为他加个友 自己也努力好好休息 也跟父母好的相处 说老师啊 刚读那封信的时候 我心里面的村子还是多大的 因为从家到达 我就是留学人 是不是 说那个时候也没办法呀 我们003年在福建土地打工 当时住在工地上 那个条件就是很撇很撇 也没办法 就把他留在家里面 他外婆一直待 很多同学跟我的情况都差不多 从家到达是外婆 也来来带到大便 然后像我我就是读小学 高中大学 甚至大学毕业后的基点 基本上都是以国人这样读过去 所以我感觉内心 他说还是缺少了一些东西 包括从小到达 其实我的内心是很自卑的 这也是很多留守日童 共同面临的父母体 最主要是缺少父母的关心 关怀 对 那个时候 我们一年 基本上是没得什么通话的 因为那个时候手价没服务界 然后一年就日间一两十年 只有手价和这一样低 才能相见 不像现在 这个智能手价是多划达的 像我们这个眼镜在外面打工的 把你们的孩子留在家里面的话 精神还是要多食品聊天 多关心光发一下孩子 所以说也是希望通过这一期食品 让更多的人 关注到留守日童 关注到他们内心世界 倾听他们的心声 是不是 是吧 是 好了 他现在就去把那封信回一哈 他要回给这个指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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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